就是鸡血藤 那么首先它是一个斗阔的藤本植物 所以以藤来命名 所以这个本草钢木实义 在本草钢木的基础上分类 就加了一个藤类的药 那这个鸡血藤呢 也是属于藤类的斗阔植物 用的它的这个茎 就是用它的藤茎 这个鸡血的藤茎呢 是比较粗的 那么在新鲜的时候 把它这个藤茎把它割断了 它有了一种红的植叶流出来 所以根据这个铁针呢 就叫做鸡血藤 有红的植叶 但是在豆科植物里面 把它割开以后 有红的植叶流出来的 有很多种 并不止一种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呢 使用的鸡血藤呢 那个品种不完全一样 但是作为正品的呢 就是我们书上这个 这个 这个 梨花豆 梨花豆这种豆科的植物 那么这种植物的藤 有两个典型的特征 同学们以后一见 就知道是正品的鸡血藤 那么第一个呢 它整个这个藤 把它切片 砍片以后呢 它里面都是红的 整个都是红的 相当于这个树干的年能 每一年一圈 这个呢 红的特别深 那么干了以后呢 就像那个 干了的血块一样 那种纸合纸合的 一圈一圈的 整个都是红的 另外呢 它这个能 年能 特别深 这是一个铁针 第二个铁针呢 药材当中呢 最典型的 它的这个中心部分呢 是偏在一尺的 不在正中 它往一边长 这个藤 扁扁的藤 不是完全圆的藤 扁的 那么它的 向阳的那边呢 长得特别快 一年长很宽 那么不向阳那边呢 一年长一点点 所以它 加工程这个药材 影片的时候 一般 这个心都偏在一边在 像这个 那么可能就在偏在了 下面的这个三分之一 这边呢 至少三分之二 它的中心的随部 不在正中 我们经常见到 有的鸡血藤呢 那么表面 把它切片了以后 就表皮里边 有一圈红的 整个里面呢 就是白的 或者黄白的 淡黄淡黄的 那都是地方用的 一些品种 不是正品 而且在很多地方都使用 所以这个是药材 这个作为大家 一个常识 见到了以后 能够把它区别开来 那么这个鸡血藤呢 作为一个活血化瘀的药 它主要是活血通筋 主要活血通筋 主要也是用于 副科病的瘀血症 但它的作用 不是很强 是比较温和的 或者作用比较缓和的药 但是它有一个 很主要的特征 这个鸡血藤呢 又是一个补血药 尽管它的补血作用 也不是很强 但是 这一类的药 在我们要学的品种当中 不多 像我们这个 学这个二十多种 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吧 它是唯一的 既能活血 又能补血 它本身就是 心而不伤 补而不治 那么这样类似的药 今后还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药 就是当归 同时具有 活血和补血 两个方面的功效 就这两个药 当然当归的补血 作用强一些 这个鸡血藤呢 比较温和一些 所以这个药物呢 它对于 副科的瘀血症 既可以用于 血迂引起的 又可以用于 血虚引起的 那么最佳的 组织症 就是 于虚并见 既有瘀血 又有血迂 这个在副科的 《月经诗条》当中 是很常见的 很常见 这个妇女 这个以血为天 那么很容易 这个血虚的 也容易 造成瘀血 血虚了 也会有瘀血 所以这是 这个积血藤 最主要的特征 最适合 既有瘀 又有虚的 主要是血虚 那么单纯的 瘀火虚都可以 那么在配武的 情况下 分别的使用 另外它是个 藤内的药 那么前人很多 都说藤内的药 能够输精活络 所谓的瘀血症 引起的肢体麻木偏瘫 比如说中风后遗症 中风后遗症 它常常和补气血的药 配武 那么加一些鸡血疼 这个也非常常用 用它来活血通路 逢死避症 那么也有 也需要输精活络 但是需要配武的是 去逢死药 然后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